狂降13万,奥迪不愧是价格屠夫啊 今天介绍的这三款车型 价格一个比一个亲民 动力一个比一个强劲 最重要的就是定位式合资中大型SUV 并且搭配着同级别少有的9VT变速箱 就这样的表现 怎能不受我们消费者喜爱呢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宣布兰开拓者 这款是在中大型SUV当中 也是扮演着性价比王的角色 从它的动力和价格方面就能够看出来了 入门集成已经从22万9千9的指导价 跌至16万9千9 并且还搭载了R200T加9AT的变速箱 动力也是比较强劲 再结合近5米的车长 2米863的轴距 以及车内7座的布局和后备箱1970的容积 空间这一方面可以说非常的宽敞 并且马力能够达237 扭矩能够达350 也是匹配了48伏轻混音系统 让这款车在同级别车型中 也是拥有着极高的性价比 并且百公元油耗能够低止7.1 0百加速只需8.4秒 底盘更是采用了五连杆式的独立选价 再加上车内五个气囊 主腹做一六项调节 也是能够给到你不错的驾程体验 可以说在这一方面丝毫不输奥迪 只不过这款车在销量方面表现的 就不是很让人满意了 如果厂家能把他的车标和内饰方面的 氛围再升级一下 我相信也是能够让他重回竞争行列的 不过现在16万多就能够入手一款 中大型合资SUV 你会心动吗 第二款福特领域 在性价比这一方面 这款车也是丝毫不出开拓者的存在 现在官方指导价 16万9800到21800 目前没有什么优惠 入门级版本的价格和开拓者 也是相差不了多少 并且动力方面搭载了R20T的发挡机 抱224的马力和300的扭矩 动力也是比较强劲 只不过匹配的是六档失识双离合 在这一方面他就不如开拓者两心了 但是这款车也是有优点的 那就是车内的安全配置比较到位 搭载了六个气囊 四种驾驶模式切换 翻航盘换挡 以及轻松的一进一表 12.314的中共屏 并且车内的布局也是比较合理 空间也是比较宽敞 入手 这款车要比开拓者更加的划算 而他也是有六座和七座版本 个人建议就不要入手了 因为性价比不是很高 六座版本一户安核时代17万多 七座版本一户安核时代18万多 有这个预算为什么不考虑 20万的凯迪拉克XT4呢 这款车长度达4.905 轴距2.865 空间也是比较宽敞 只不过在油耗方面 这款车要达了12个了 但好在各方面的性能都比较均衡 16万多的价格 入手这样一款重大型SUV 也是很值得的 对此您会入手吗 第三款奥迪Etra 这款纯电动SUV 在实力方面是不容小觑 像它的入门级版本 续航能够达500公里 并且扭矩能够达540 最高车速能够达1827 超长也是达4.901 轴距2.928 后备箱也是拥有着1500升的容积 再结合强制后置双电机的驱动模式 以及宁乐时代的电芯 都让这款车在各方面的表现 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现在官方指导价 54万6800到64万8800 优惠能够达12万9800 近13万呢 现在入门级执行 只需要43万7400就能够入手了 这款车之所以卖的不好 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定价过高 在家动不动就大幅度的优惠 如果它能把价格定到20万到30万左右 我想销量方面是不输比亚迪的 而这款车的内饰和操控方面是很良心 车内五个气囊 四种驾驶模式切换 悬架高低软硬调节 以及空气悬架 配置也是比较丰富 并且车内的三平联动 也是能够将科技感和滑滑感直接拉满 虽然奥迪在燃油车里面 有着非常大的市场保有量 但是在纯电动车这一领域里面 却和奔驰一样 不受人喜爱啊 究竟原因也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但是他们动辄几十万的优惠力度 也是把我们消费者心理难验的透透的 对此你会入手吗 以上三款车截 你更看好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